分組合作學習計畫 分組合作學習計畫在實施了四年之後 研究團隊也帶領了三所 這個GEO的學校 到美國巴爾地摩Success for All 就是SFA這個基金會去參訪 那這個基金會的主要主持人就是 Robert Slavin 他是合作學習的重要學者 這個基金會主要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他就是 他所做的事情 所用的教學方法 課程的發展 都絕對是有研究證據來支持的 第二個特點就是 他主要的協助對象 都是一些社經地位比較低落的學區跟學校 第三個特點就是 這個基金會已經有三十幾年的歷史 協助過已經數百萬的學生 數千所的學校 也遍及美國各州 當然他們也特別強調 他們之所以成功的關鍵 就在於 無時無刻都使用合作學習 那因此 我們如果能夠去參訪這些經驗 把他們這些成功的經驗 轉化到台灣的本土的教學實踐上 那相信我們一定能夠 讓我們的學生學習成效更好 第一段要呈現的是 促進合作學習的情境佈置 情境佈置具有提醒跟潛移默化的功能 舉辦合作技巧 問題解決策略 閱讀策略 還有加分規則 團隊觀念 都可以透過情境佈置 來達到促進合作學習的效果 現在的一開始要小小小 想要的概念 我上面有參考過 What is a team 在學過程中 希望可以看到以下幾點 OK Number one Everyone should take turns to speak loudly Ready go 這次去美國參訪 首先看到的 我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他們前進的佈置部分 因為他們是專科教室 所以他們教室的設置 很多有關於引導的學生 如果討論 我們這邊就是 擷取了重要的 留大學做技巧 然後作為前進教授的重點這樣子 現在 Look at the back 大家可以看到教授後方 前進教授的第三塊這邊 Inquise others to talk Ready go Inquise others to talk 所以各組的No.1請舉手 所以等一下你要帶同學投入那三句 先唸再調入三句意思 然後呢 邀請別人發言 I saw the street 眼睛要看著發言的人 Inquise others to talk 給他一個故意的收拾 所以現在兩分鐘的時間 請從男主開始討論 從Inwinter這邊走到三句 最後三句很好 請各組的No.1 帶著三位同學一個主派一句 開始討論 Ready go 那我們在學生座的上面 我們也擺設了幾個 例如他們的小組任務卡 還有以及我剛剛提到的十大合作技巧的部分 那我也會把那時候在國外 我會看到說他們引導學生如何討論的部分 那我們就把這個四個步驟在這邊呈現這樣子 所以我盡量把情境的部分擺設設置的部分在桌上 然後還有像是牆上的部分 還有就是像我們的書櫃 也融入了閱讀 把七大閱讀技巧融入在裡面這樣子 美國常常有很多標語 所以我們其實 美國回來我們也創造一些標語 就是我們也把一些標語 放在盡可能在教處各個的 就是那些自己做的海報上 然後呢也把它那個什麼 就是在作業上也打出來 讓學生就是標語雖然教室不能貼得多 但是只要我們可以貼的 或是學習單可以用的 我們都把它放進去這樣子 激勵自發參與的加分制度 加分制度不一定是外在的誘因 只要善用 透過加分 讓學生看到自己與團隊的努力撐過 就可以達到激勵自發參與的效果 為了人口流失 然後就會開發公益 好不好 這些都很棒 好不好 加三人好不好 你們表現都很棒 我們發現在美國的教室 他們是用一個 各組上有一個吊牌 那個吊牌 他們可以讓組員自己去寄分 寄個人分或小組分 這樣子老師可能就不用一直去登記分數 可以讓老師上課的時候 節省很多的時間 在美國呢 他們的教室 比如說我這老師有三個班 都要進到這個教室 所以我就會做三個班的 整學期的小組的得分的歷程 然後我們這學期就是開始在想 老師也會很好奇 這一組在整學期的整體表現 可是我們一個班是不是有七科老師 我們怎麼把七科二十週 每一組的學習表現都顯 就是把它統整出來 這個我們討論了兩個小時 後來才想到這個解決策略 就是用貼紙的方式 就是每一個不一樣的貼紙的顏色 就代表一顆 然後我們也不用耗費很多額外時間 就貼紙貼上去 我們每一週小貼紙都會會整 那一個班在各科 個人跟小組的得分 那我們就拿那一張 寫在那個小貼紙 有顏色小貼紙 然後再貼上那張海報 所以我們就想到一些解決策略 然後目的都達成了 就是老師跟學生都可以觀察 每個孩子在每週的投入情形 在課堂上的投入情形 那時候在看到國外他們有這樣子的桌牌的 立牌的計分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如果把這樣子的責任 轉到孩子們身上讓他們去學習自律 那他們在討論過程中可以更確切地掌握我這一組的進步分數 好來 請大家來問喔 很好 Very good 來這句 In winter and early spring is sometimes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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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請第三組請幫我回答一下 在冬天它的沼澤 有時候會在那邊有時候會下去 OK 英文可以方便一次嗎 In winter and early spring is sometimes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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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歡迎很好 請加一 現在換成這種自己加分的方式 比較不浪費時間 而且負責加分的同學變得比較負責任 然後這樣的話 我也覺得每個組員都比較熱情 這種積分法每組都會有一個 然後呢會讓我們自己加分 然後這種加分比較快 而且不會耽誤到老師的時間 然後也會讓我們更有成就感 討論錯誤類型的教學設計 教師在不提的時候 可以設計真實生活情境的問題 問題中包含著某些想法或解題策略的錯誤 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 找出錯誤 可以有效提高學習動機 激發高層次思考 好 聽好了 這個題目我來唸一次喔 他說 如果我兩個字有三角星啊 三篇對應相等 那這兩個三角星就全等 這是根據RHS全等判別性質 請問他的想法拿零錯了 一分鐘配對 我們待會隨機點一個位置的來回答 來試試開始 三角星也有可能要講的 為什麼要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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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那那個 好 因爲我們去美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去看他們的數學課 那他们数学课一开始的准备活动会从一个找出错误开始 那所谓找出错误就是他们把一个数学的题目 或是结合生活的情境 然后转换成数学的问题 然后让学生来说说看这个问题里面的主角 他的想法哪里错了 先开说看 依上面的题目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两个 SSS跟SAS 因为看上面题目的话可以有这两个性质找出来 所以这一组有提出其他另外一种看别的性质吗 好 很好 你觉得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答案有三个 哦呦 有三个 就是第一个是SSS 因为他上面有说三个编对音响的 是 然后还有一个是SAS 因为他有直角就是两边夾一角 是 然后然后上面那个RHS也是 就是因为他有说直角 所以一直说是RHS也对 对 好 很好 我觉得就是这五个性质都可以 哎哟 这五个性质都可以 只要他的边一样 他里面的角也都会一样 OK 只要他边一样 他里面的角也都会一样 好 这一点的答案呢 其实呢 根据他的说法 我们本来是希望各位讲出SSS 他不是完全错了 应该是还有其他理由也可以试用 好 不过我们只是要跟各位确认一下就是 不是看到指导上的型就一定有什么 RHS 第一个就是说 学生对于找出错误的这样子的设计 他们会有比较高的兴趣 所以在课堂一开始 他们很快就可以有比较高的参与度和讨论 那第二个是往常我们可能在设计问题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比较开放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会给学生一个问题 然后请他们判断一下 这个是对还是错 然后理由是什么 可是如果我们改 转成用 就是我们已经告诉学生这个想法是有错的 请他说说看哪里错 那相对来讲难度降低 所以就可以提升学生参与的程度 各位了 来 我们给各位四分钟的时间 请按照角色卡的顺序来做这一题的找出错误 来 四分钟计时开始 先放 可以到前面看吗 你问他 我讲法 哪里错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哪里错了 要来帮忙 因为我不知道哪里错 我们先算了 EG EG的鞋变成 然后之后再用EG跟 跟AE 然后算出GA的鞋变 我们刚才算EG是60 然后我们现在鞋变是AG AG是不知道 然后我们就除除出 用5可以除了进 所以是52 13的B式定理 然后算出来以后 是65 那我也不断的用这三个层面去评估 在我的教学现场 学生是否有产生深度的学习 这三个层面包括了 学生是否有提出新的想法 或是他们是否有高层次的讨论 以及他们是否有深入的了解内容 所以每一次我都会用这三个去看看我的学生 他们在回答问题 或是在讨论互动的过程当中 是否有产生真正的所谓的合作学习 我们希望达到最好的效果 就是发挥最有影响力的部分 我觉得老师可能是用我们学生常错的地方 然后写上去让我们自己去把它改成正确的 就比较知道自己错在哪 然后自己改的话也比较知道要怎么改 然后就知道对的是什么 一开始的找出作物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 然后到现在就是找出作物就是会有比较逻辑性 然后比较难 然后可能就是大家在考试的时候比较容易错的 然后老师把它拿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提高那个考试的通过率 请讨论这两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提醒你 有两个错误有两种改法 你可以有号开头或者是画开头 可以吗 第二个句子 如果我要把Snow当作动词来使用 我应该要怎么改 我没有小评论方式 不需要把答案写下来 但是等一下最佳代言人 要让我要说最佳代言人答案有问题 好没有电话 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计时开始 好 分加麦菇 好 好 分加麦菇 好 然后改成沙特就好了 一定要提他找的意思 然后Snow也要变成Snow 好 之前在国外看到 是在数学课看到的 这样的错误迷思概念 那在课程一开始 提供这样的可能 一个错误 学生常做错的一个提醒 或是句子 那让学生他们讨论 那我发现说 以往都是我在习座上面 把这些句子找出来 那现在呢 我透过讨论的方式 让学生找出其他同学所犯的错误 那透过这样子 学生容易错误概念 做一个迷思的整理 包含文法 包含拼字 错误 包含文句 学生这条错误 对他可能没有加问号 等等的部分 第一句 好 好又改成画成 我的话第一句 我的话第一句 好改成画成 然后第二句是 少 又加意思 然后把Snow也改成 我觉得对于 台湾的孩子们而言 他们在学习的时候 他们只知道可能 很快把答案画出来 可是他并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答案是这样子 所以在问的时候 会让孩子们有点 多一点机会 去解释说 我说的答案是这个 可是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 在阅读文本里面 从哪边可以找到 看到吗 还是把Y去掉 把Y去掉 然后呢 要加什么 它是动词 要加上 S 加S Nose Nose 老师课堂的时候 会给我们一个 错误的句子 然后这些 错误的句子中 有些错的地方 是有关于文法 或是拼字的一些 错误的一个形式 然后它会给我们 小组讨论的机会 和加分的机会 然后这些错误的句子 和拼字当中 和文法 可能是 期中考或期末考 容易出现的一个地方 让我们可以多多 增加一些印象 运用新制图 促进组内 与组间的合作学习 新制图可以有效 摘要与统整 学习重点 并将思考内容视觉化 分组合作学习时 学生可以透过新制图 讨论学习重点 视觉化思考内容 达到组内 组间合作的效果 庄华云林拥有 有广阔群员 广阔群员 然后台中 有丹头 可以配合 新制图其实是总结摘要 所以你有发现 第四位 也就是大师傅 主要是做摘要的动作 所以我们请组长 帮我们用新制图 总结一下 你那一组 目前的所学 好不好 我们当地县市 是分成五个 由 云林县 南投县 章话县 还有苗栗县 跟台中市 然后地形的话 我们是分成东侧跟西侧 东侧有高手的散漫 然后西侧有平原 台地跟盆地 好 这次我加油分 好不好 写一些概念就可以了 现在给各组 所有同学两分钟的时间 请你把这些重点写在 我们的学习单上面 美国参访房回来之后 我觉得很静静的是 刚好我参访的那一堂 刚好是遗传课程 我本身是生物老师 我发现到他把新制图 应用在总复习的部分 我觉得让我受益蛮多的 因为我们在做复习的时候 我最主要的是 要检合小朋友 有没有抓到重点 第二个我要让小朋友 透过整理重点的方式 让他们在面对考试的时候 他不需要花那么多 像以前刚学习的时候 那么庞大的时间 他只要可以利用新制图 利用颜色去分类重点 就可以一目了然 现在同时要师傅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 徒弟有没有写到重点 第二个请 那个有写到重点之后 就开始画我们的那个新制图 计时三分钟 他外排要讲学生的方式 才能够让他 可以说他瀑布不会 因为其他环境 就是改变而让他 就是受手 或是甚至死亡什么的 个体来想 个体来想 就是他比较很想 什么叫布森啊 不具有围图 就是他只有写牌 但也不具有围图 这个很清楚 虽然每一个小朋友 几乎可能画了新制图的 内容可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不同程度的小朋友 会因应他的背景知识 我可以问他更深的问题 而且就是这样子 可以让小朋友 在做复习的时候 他很快就可以掌握到重点 好 那现在额外 额外给各组的组长 一分钟 跟你的组员介绍一下 你的新制图的重点 好来 现在开始 来 过来 我先讲 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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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高 比 比 для 比 cin çon 這是雞尼加丁的嗎? 是雞尼加丁的嗎? 好,全飯 是雞尼加丁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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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紙粉,所以要有蜂它才可以有蜂 如果有蜂的話你沒有用 對啊 所以就有蜂 它的例子寫錯了 那個地錢跟植物是在鹹台類植物不是在蕨類植物 所以他們寫錯了 金寶,剛才那個張士廷有說 那個地錢跟塗碼中 並不是那個鹹台類 讓它看一下一塊,我們要看它主標 好,那你來這邊看一下實際上看一下 到底要怎麼改會比較正確 來,來這邊看一下 應該要把它改成一桶書還有那個解線紫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剛才你看錯了 你以為這邊是顯台類 所以你才寫地錢跟塗碼中 現在你已經知道這邊應該是絕類 好,那你把例子 真正的例子補上去好 台灣水 酒 OK OK,那金寶謝謝你 好,那這一組的話 這一組的話,我們有找到錯誤嗎? 來,我們這邊自己加分 加五分 好,OK 老師給我用這種新資圖的方式 讓我們可以簡略課文 不用死倍 還可以清楚地知道重點 可以就是比較方便的圈關鍵字 然後畫新資圖也就是比較 就是講解的時候也比較簡單 可以讓別人聽懂 不用就是像連課文一樣講一大串 然後別人還是聽不懂在說什麼 運用角色卡促進參與互動 思考、討論與團隊合作都是需要學習練習的能力 運用角色卡明確安排學習任務 可以應駕支持學生學習與練習相關的技能 並達到促進參與互動的效果 好,現在請你們手邊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角色卡的任務 每一個人都有事做 要主動找事做 沒有一個人沒事做的 好,看清楚你們的一個角色卡的任務 好,請問小徒弟要做什麼事情 待會我們的一個問題討論 小徒弟要做什麼事 對,要念題目 好,再來呢 大徒弟要負責回答問題 好,再來呢 小師傅呢 欸,你要做補充 或者是重述 他的答案 有沒有需要你再做一個補充說明的 最後呢 大師傅做一個 對,歸納整理 那待會呢 我們就用角色卡的方式呢 來進行問題的一個回答 好,給你們三分鐘的時間 它柱一線油 左腳 左右 左右的過程 一個是羽 一個紅是羽 一個這麼豬 一錢育 第三個是蜈蜜 小鐵呼 然後第四個是蜈蜜 第二个应该是虚拟勺酌油力 因为他要先把油注入 然后再把它覆盖好 先覆盖好 三 二 四 你要先盖的 然后你已经知道他说 你再把中间放在上面 就没有印象 他就是说 把钱中间这个倒进去 就是在小组讨论当中 我们使用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卡 把每一个小组的责任 就分派出去 让学生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闲置的时间 透过整个小组的一个同侪 他们的一个互动 同侪的一个轮流互动对答 过程当中 学生他们也可以去反思 去解释他们自己的一个看法 那进而呢就是去厘清自己 可能不清楚或者是有误解的地方 他们就会更知道自己的一个责任分配 对然后就会更积极的投入 更专注于在小组的一个讨论当中 手边有没有这个 角色卡 角色卡 有吧 好 现在呢 请你根据这几个步骤 提问 还有 澄清 还有预测跟 摘要 运用这几个步骤 归纳一下去告诉你的主缘 就是 你怎么样去找出你刚刚的答案 你从文章当中去哪里去找到线索的 提供你这样的一个讯息 好 来 现在开始 你怎么知道是文章是 文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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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透过呢 提问 那在由小组的一个互动对话 那 整个呢 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就是在培养学生他们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 那达到一种知识的一个学习 桌上是不是有一张一模一样的小组任务 好 一起来一次 Cooperative Group Roads Ready Go Cooperative Group Roads 来 No.1 让各种的Number 1请举手 来各种Number 1请举手 来各种Number 1请举手 你的任务是 Make sure everyone is doing his or her job 在请进布置上面 我就把他们的角色名称 还有他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还有他需要做哪些任务都调整出来 每个同学都会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自己负责的任务是什么 Spring Spring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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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这样的方式 他们更容易面对面的讨论 以及他们需要做小组任务的时候 可以直接两两配对做练习 所以在这场课程 我可以设计到是个人的任务 然后两两一组 然后还有包含四个人一组这样的活动设计 那接下来一样 一分钟间每个人都要每个人得出道 现在继续开始 一啊 一啊 对 然后第五个是什么 第五个是什么 描述天气的形容词 那老师从美国回来之后 他利用了分了四个比较精确的职位 第一个就是讨论领导员 那第二个就是控场的 第三个就是要记录的 第四个是发言人 那这样可以准确地掌握到 每个人有什么样的能力 那我也蛮喜欢这种方式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 对大家可能会比较有把握 现在有角色开以后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然后讨论也会比较完整 比较用心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不会 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然后就只是在那边听 大家都可以回答到 在学生看在他们改变上面 就是孩子们 他们在客人头上 变得更积极更主动 每个孩子都知道 他举手回答答案 就可以知道自己可以加一分 或两分三分 那我们透过这种加分的诱惑 吸引他上课常常做深入的思考 如果你想要得到很多分数 你就要不断地深入思考 这样子让他们可以练习 做统整 练习去找出原因 这也是我们从美国学到的 就深层学习 最重要的是确保每位学生都在学习 那另外一方面 他们可以透过角色卡 来学到更多的合作技巧 也可以比较去知道 他们可以做些什么 来帮助他们的学习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美国 学到一些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些策略